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Let's go里面的乌克兰语部分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乌克兰语的拼读规则 乌克兰语里面有六个原音 这两个和英语发音比较像 但是它的嘴形会更远一点,发音位置更加深入一点 然后下面一个长得像英语字母外的 它的发音是 这个要注意一下 然后它发音的时候,舌后部要向上抬起 就是稍微顶上去一点那种感觉 下面一个 和和英语发音差不多 再下面一个 这个要记一下 然后这些 这四个原音 再在前面加上一个辅音的短E 会形成另外四个原音字母 这个两个点的E就比一个点的E发音就更加长一点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辅音 辅音有的是就是可以直接对应到英语字母 然后发音也类似,就不细讲了 第一个M 第二个T 然后注意一下像T,KP,也就是T,KP,这样需要爆破的辅音 在它后面接原音的时候它就不爆破 比如说,NT不爆破就变成D,K不爆破就变成歌 然后P不爆破就会发成B的音 注意一下 然后下面一个K 下面一个N N就是它长得像H 但是它对应过去是N的发音 下面一个R 它是一个颤音 它对应到英语字母里面是R 然后所以你如果发不出这个颤音的话 你可以直接发音成R或者L都可以 下面一个C C 再下面一个B 这是一个比较着的音 就是你发音要更加用力一点 下面一个D 也是一个着音 下面一个P 也就是音语里面的P 下面一个L 下面一个H 这个H的话就它带一点吼音要注意一下 就是也会稍微发的用力一点 然后再下面一个H 这个就是比较轻的一个音 然后下面G 下面吃 吃 下面V 这是一个咬唇音 V 下面F 就是对应到音语里面 就是F的那个字母 或者PH连起来的那个音组 F 在下面S 在下面S 也就是音语里面S那个字母 在下面Z Z 这个也是就是和上面连成一组 是一个轻音一个着音 下面那个是着音Z 就是相当于音语里面Z的字母 下面R 这也是一个着音 下面S 在下面 就是带一个小尾巴的 它就是吃 就是也会有乌克兰人习惯直接发音成S 下面一个I 就是一个比较短的 它是一个辅音 下面一个是软音符号 就是 它的作用就是弱化前面的字母 然后乌克兰语的发音规则 基本是看到什么字母就发什么音 然后把每个字母的发音 连在一起 就是这个单词的发音 然后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这些句子的发音 第一句 在这里 注意,在这句歌词里面 它就连得比较紧 就是基本上听不出来 就是大家可以忽略一下这个音节 不然就唱不进去 第二句 我会忽略一下这个音节 嗨,嗨, duasa, duşa, muya, muya, jak vihola saklubo chiza, hai, duşa muya, jak vihola saklubo chiza, hai, duşa muya, jak vihola saklubo chiza, hai, duşa muya, 然后这句话注意一下, saklubo chiza这个音节比较长,就是大家要记一下, saklubo chiza, 然后它后面 t加上软音符号 再加上c ya 就发作一个 zat in zaklubo chitza zaklubo chitza 就是这是一个连读的现象 第三句 ya pochinaju rosumide zev she cry ya ya pochinaju pochinaju rosumide rosumide 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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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she v she krai krai ya pochinaju rosumide ze v she krai ya pochinaju rosumide ze v she krai 注意这句话里面 pochinaju和rosumide 这两个完整的单词 它几乎是把每个音节都 分开 然后变成一个音的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可以多听听那一句 第四句 我希望不靠近一句话 放声 不是 是 是 我 是 我 这 然后注意这个 还是跟之前说过的那样 就是你可以发成 也可以发成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发音就比较难 它是两个T连在一起 它发的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停顿 然后再去发这个音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这就是这四句的简单的发音 接下来现在试着和声声一起唱一唱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